進行行被捕 小管員到場撐起千斤頂 趕快把受困婦人拉出車外進行CPR 被送上救護車 他的頭部嚴重受創 右腿大面撕裂傷 腹部一整片的傷口更是慘不忍睹 因為肇事駕駛撞倒他後 不但沒有停下來 而且來回碾壓 最終傷重不治 肇事駕駛請代駕幫忙開車回到他的住宿之後 他又從巷子裡面開出來 想要去旁邊的停車場 但是在這短短不到100公尺的距離 就撞死一條人命 穿著樸素55歲的孫姓死者 撫養兩名子女成年 卻因為家境不好還要趕大夜班工作 卻在途中不幸遇難 家屬悲痛萬分 因為我們家裡面的經濟真的並不是很好 所以他只好去上 就是到處去接 接那種大夜班的工作 然後到處跑 跟員工一起跳舞參加公益活動 49歲的黃信駕駛在營造場擔任主管 臉書不時放上各種旅遊照 出去玩時手上還不忘拿著一杯啤酒 喜愛跑團喝酒這回卻闖下大禍 直到上了警車還不斷在講電話求救 臉上看不出一絲愧疚之情 酒駕撞人還不以傷者為重 只為了自己想辦法謝責 讓家屬如何接受 記者劉士偉 許志成 新北市報導 我們也有興趣的時間 給大家看